哎呀,我家的燈用一用,突然閃閃閃 哎呀,一定是燈壞了 大家好,其實不一定的 有機會是家裡的供電系統出了問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行就住在將軍澳的維景灣盤13座 實際建築年跡是449呎 樓底大約是8呎8吋高 行跟我們TYLighting購買了廚房燈和水房燈 安裝後過了幾天 客人發現廚房燈有一個怪現象 廚房燈在關燈後會自己閃動 由於客人參加了我們的全方位安裝保衣服務 所以湯米師傅就親自帶來一支新的燈 上到客人家驗證究竟是產品的問題 還是客人自己家供電系統的問題 湯米師傅首先把有問題的天花燈拆下來 接駁到客人的13A插素 發現是再沒有閃動的問題 跟著湯米師傅再拆開了客人的燈 拆開了之後就發現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客人是用了Laguan出品的關燈狀態下會發光的燈 第二,發現燈後面的電線有些老化的情況 湯米師傅也指出這個情況很大機會 是客人家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流電了 客人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就參加了我們的供電系統維修服務 最後湯米師傅幫客人剔除了燈會發光的部分 以及找出問題接線的地方再重新接駁 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我們現在立即去片看看當時維修的情況如何 不過事先聲明 不要,不要無光片裡面的測試 因為是很危險 根據電力條例第406條 一定要符合合資格持有有效電工牌照的人 才可以做和電有關的檢查和測試 好,現在這個情況 燈鍵是關燈狀態有點光的 關了燈的時候 燈會閃 現在開燈 是這顆來的 開了燈,就不閃 稍後先把燈打上去 看看會不會同樣的情況出現 之後就驗證制面的問題 是 好,剛剛拆來的燈打 在地上用13A秀位 試 它是開燈的 不過是不能閃 但換上新的那顆 現在都是有閃的情況 供電系統有地方留電 現在呢 現在呢,就把這顆小燈的其中一條 脫掉它 那現在呢 它就沒有閃了 那就是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顆燈的電壓 電壓 就令到那顆小燈會閃 這個位置已經幫客人包回膠布 一人包回 會埋回按鈕進去 OK 會埋回按鈕進去 OK 會埋回按鈕進去 由於我們TW Lighting是機電柱 註冊電力承擔箱 所以也有提供上門的供電系統維修服務 大家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 為了安全起見 就真的不要猶豫了 快點WhatsApp92053831報價查詢